开箱Moto新的刀锋Rezer2022 这个都是之前老款的时候 都是大哥才能用的 早年间的时候 如今我看见刀锋就觉得特别的很 那个详细广告 啪一下扔过去 多在墙上的那个感觉 这包装盆里面 33瓦的充电头 这边是个透明壳 这个透明壳的质感还是可以的 OK 这个盒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东西 来看一下手机的本体 手机就在这 首先 一旦看过去的话 能明显的看出来 包括握持的这个手感里面 它比上一代的刀锋更宽了 然后同时 这边是亮面的玻璃 这边是磨砂玻璃 因为这边是不容易停留指纹 外加这边接触桌面 所以这么着可能会更耐磨 最核心是取消了 致敬上一代的下巴 致敬上一代这块不是有个下巴吗 如今这一代取消了 很多人比较在乎折叠屏的折痕 现在就是黑屏的状态下 折了大概估计有几十次 你看一下这个折痕 我跟你说 这个折痕绝对在折叠屏手机的黑屏状态下 算是极为轻微的折痕了 你看 看那折痕 然后给屏幕给你点亮 点亮了之后 这个屏幕的折痕就更几乎看不见了 你看这各个角度 这个折痕中间这个位置 几乎看不见折痕 所以这个Moto Rezor 2022的折痕的状态 真的是我最近见过的折叠屏手机里面 是做的最好的了 没有之意 对没有之意 非常帅 脚链是可以在很大的一个幅度里进行旋停 你看基本上 它在150度 140度左右就能停住不动了 这些位置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这些位置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边关关关 关到大概是 这是多少度 大概是 45度 45度左右 这是45度 到了45度左右 基本上那角链就能不再折过来了 你除非抖一下那就没办法了 也就是在140度 在45度之间的这个位置很宽泛 因为你一旦旋停角度大的话 你比如说你这么着过来自拍 包括你去拿它当一个视频会议的小机器 然后包括就这么着折过来拍星空 这个摄像头往上拍星空 这都是变成可能了 所以这个宽泛的脚链停留还是很棒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2.7寸的外屏很有意思 现在就是在待机模式下 这个外屏显示的是数字的时间 这个还是很酷的 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把它调成这个数字时间的外屏 很棒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拍照 拍照的过程中把它折过来了 这不就变成用外屏拍照了吗 用外屏拍照 你看这个 它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卡通的显示 勾引小朋友看向镜头 通过这个位置 因为小朋友从远处看这个屏幕 跟看镜头的距离差别不太大 你的眼神就感觉小朋友在看镜头了 就解决小朋友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 把它立在这 一个小卡通画面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特别有意思的是说 它用外屏 用外屏 用外屏还可以有一个东西 叫有闪子 摇骰子的游戏特别有意思 现在这是五个骰子 如果你正好去歌厅夜总会夜店 然后你跟姑娘想玩骰子 结果人家没骰子 你就可以把你手机拿出来 然后这么着一摇晃 你看 这就是有骰子的数 并且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声音的 就是有声音有震动的 声音跟震动 我拿麦克风给你离近点听一下 不得先把他解锁 你听起来 是不是特别像在骰钟里面去摇的那个感觉 有点意思 侧面的开机键也是指纹传感器 在这个的模式下 指纹传感器在手里面正正好好 如果是打开的模式下 这个指纹传感器 因为你小拇指单在底下 这么着拿着 手机又比较宽 指纹传感器握起来 我这个手小就稍微有点麻烦 开盒的方面是 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刀锋手机 它比较帅的一点 盒盖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这个手很小的情况下 这个盒盖这么着一推 你看就变成直接塞口在里面了 是没任何问题的 然后很多朋友说 因为他现在脚链可以停留了 不能像之前的刀锋很帅的给他弹开 我的手小的情况下 依然是可以给他弹开的 怎么弹不开 合上 走 还是可以弹开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咱来一次 这没弹开 走 这么着一甩 但是我估计这个弹的过程中 因为你甩的劲是挺大的 这么着单推一下是推不开的 你必须得是推加甩 所以这个劲如果掌握不好的话 整个对于转轴的压力会比较大 我不推荐大家像我这么着去甩 合起来之后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正方块的感觉 打开手机就是一个很直板的手机了 最高这个内屏支持144Hz的刷新 同时6.7寸 然后是一个1080T的级别的屏幕 然后这个屏幕就显得比较宽 我这个手比较小 这么着横向的握持是明显的比市面上 有些直板手机感觉困难一点的 但是也显得没有很大 这个困度 怎么就是握着感觉 这个手是比较紧张一点的 这个横向的感觉 骁龙8家的处理器 33瓦的快充 这个33瓦的快充并不算快 放在如今的日子里面 我觉得呀 这个新的刀锋的手机 不管是在这个折痕的努力方面 还是在它的软件方面 都做了很多的一个创新跟努力 小朋友的拍照 骁钟 然后外面这个可以在拍照过程中 当监视频 这些的做的都是挺好的 外加上这些大哥们 早年间可能没有实现 曾经刀锋手机自由的 那如今你就可以去买一个刀锋手机 去弥补当年你的遗憾吧 对我当年就遗憾没用上刀锋手机 真帅